餘樂大約成功 Hello 今集請來Yumi 有看到我的頻道也知道她是一個加拿大人妻了 這次要請她來訪問一下 居住在加拿大的生活費用了多少呢 在未说生活洗肺前,在加拿大大学毕业的人收入大约多少钱呢? 收入,如果是一般大学毕业的收入可能是四万到四万钟左右 而且每个大学在网络网上都会说,除了说大学有什么前途之后 他会告诉你大学毕业的收入,如果有兴趣想知道哪一科,可以直接去大学的网站 因为他会说就业情况,大学人工是多少 四万多元,我计算一下 其实我这个数据,都算是同时接近本地大学 很厉害,你不是一个本地大学生可以拿到这个价 因为很多新移民,或者刚刚过来的,可能他们都会拿到最低工资 你认工的时候,应该很清楚 因为最低工资就是14.25元 除了开了一年,你刚刚计算过14.25元 如果是最低工资 如果是8个小时,5天 大概是28.25元 28.25未扣税 你很厉害,这个数据是接近大学毕业的数据 你很厉害 我觉得还未能提供我家庭的生活 你未毕业,你慢慢就会有 而且有另一半的话,两个人交往就差不多 如果在加拿大需要,其实跟香港一样 都是要两个公婆都有,你的生活会少 两个公婆都有上班,你的生活会更轻松 好,那我们就由这个洗肺开始讲 我们分开衣食住行 首先,就讲一下住屋 大家最关心的了 住屋,因为我们的房子已经是几年前买 不是现在这个楼市黏了 我们大概是3000元一个月 这里是普通一间房子 家庭过来都可能想有小朋友都会住 加拿大是每间房子 我们都要付地税 我们家庭的地税大概就 一个月要600元 接着,还有 你现在说的费用就是 你不吃 不用,你也要付 你也要付我家庭的钱 如果不同的房子 地税和水电费都会不同 我家的水电煤大概就300元 接着,还有上网 但我们就上网 计算我们两个人 我和老公的电话费 就大概一个月200元 那也差不多 计算我家住大概4000多元 之后呢 因为你除了在家 这里要出行 你就要搭车或者开车 家庭的话 通常有小朋友都会有一架车 对啊,其实这里很多人 可能都是LISA 或者是每个月工 一旦我们就 駕车一次给了 买断了 我们就不用工 不用每个月 对啊,不用每个月工 那有费我们家 就大概要350元 那其实是比较高的有费 因为我老公的工作关系 他经常要用车 所以我们的有费才没有 就是你两个人就分享一架车 对啊 因为工作才比较粗 也正常 可能人家不需要到350元 有费 接着我们的车保 是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计算 屋保 和有少少人寿 那我们就一个月 车保 屋保少少人寿 就是450元 那也算很便宜的 因为好像我这些新牌 然后350元一个月 只是车 对啊 所以 其实就是 不过我见很多人 都在屋和车 是连败的 会便宜一些 对啊 接着 好 那之后呢 下一个就是说吃 嗯 那吃的话呢 如果只要买菜 Costco 我想大概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 我想大概 600 左右 600多元 但未计算那些 买厕纸 清洁的责费 我计算大概600元 另外我们是有去奶奶吃 那一个礼拜 可能去吃 一两天 那隔离的时候没有 但是没有隔离 我们都会去一 一或者两天 这样都可能省了一点 哈哈哈哈 那去奶奶吃 那老公给交我 我奶奶就订阅了 很多 哈哈哈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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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COVID之前 那可能 你都要有 数字 社交活动 要同意 朋友 那可能 一个礼拜 可能 一个礼拜 不知道有没有一次 最大一个月 可能200到300 两公泡 那都差不多 我觉得 如果在香港出去吃饭 应该一个月都要 四五千六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香港出去吃饭 那个次数是很多 对 就是这个连上班也是大饭 对 所以 在家里煮饭的钱会多了 然后出去吃的钱又少了 还有很多 刚刚香港过来都说 在这里买饭 觉得是便宜过在香港的 哦 因为我在香港是一个港女 所以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 特别是肉 因为加拿大是有农产业的 香港全部都入口 可能是比较贵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买饭 其中我觉得便宜的是 那些 南莓 士多啤梨 那些 这些在香港买得很贵 因为都是入口 那这里也是有它的产品 对 就是这样 好 然后呢 除了吃之外 就说一下 生活的雜费 那生活雜费 例如我 因为我有个小朋友 他还没嫁鸟片 那 如果你有小朋友 没嫁鸟片 当然 如果你一出生 那些鸟片应该是再贵一点 但是我已经两岁多了 两岁多了 那大概 我估计一个月三十到四十 左右 鸟片和湿纸巾 那 那 玩具和衣服 因为不是每个月都买 那我就没有计 那有时候可能 一些朋友会送给你 或者有朋友的二手衣服 那你都可以省点 那我就没有计算 那 然后生活雜费生活的清洁用品 沐浴 纸巾 那些 因为你不是每个月都买 你可能每个月都买 我计算一个月一百元 都未必每个月 因为Costco买的那些 很大卷 可能我家Costco一拍子 我们用到四五个月 有很大卷 好像20-30元 对 然后还有什么生存质 剪头发 我们刚刚剪头发 我觉得女士 如果要剪头发 它应该是45-60元 因为唐人的那些是便宜 那我今次剪 因为刚刚多伦岛结束了 York Region就开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立刻去剪头发 剪头发 然后我今次洗剪染 就是140元左右 对 但我大概是130-140元左右 但我也是有剪头发 我也跟他们差不多 对 如果剪头发的女士 好像真的要50-60多 我还没试过 男士好像说便宜一点 男士要看老公 好像说30元 因为他们要整个剪 其实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可能是半年 一年才做一次 所以我想价钱跟香港差不多 对 对 男士都要剪头发 我想都要30元 然后生活责费说完 另外最想问的就是 小朋友的学费 小朋友的学费 我帮我儿子报了日care 我们报了Montessori 他给了午餐 大概是1400元一个月 一年是给10个月 对 就是有两个月暑假 对 他就不收你 但你需要回夏季度 每个星期再算钱 所以他一个学年就是14000元 就是14000元一年 我想说我现在读书 才是16000元送币 一个两岁的小朋友 对 除法可能都要9000元港币一个月 但比较特别是因为 其实加拿大的教育制度 他是4岁开始才有 才可以进公寓学 才会有免费教育 跟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是3岁就可以进幼稚园 这里的幼稚园可以两年 所以4岁前的教育 教育前的教育 都是要自费的 基本上如果你选择Montessori 大概是1400元一个月 如果你是普通的daycare 就是 Nursery 普通的 他没有说是Montessori 那些就会便宜 大概是1000多元一个月 那是好像全时间 例如我的儿子 这个是1400元一个月 他大概是8点45分 你可以送他去 到下午4点 那如果有些父母 因为九龙翻单 好早要出门到7点 那学校会有extend hour 那他再计算 好像我的儿子那些 他可以给你交 你想7点就送他 的话 7点到8点9这个时间 有一个钱可以加 然后4点有些父母 其实还没收到工 那4点到6点这个extend hour 你可以再给钱 我记得我儿子学校 就是如果你两个extend hour 都要 那就大概每个月 加多840元 好贵啊 但我听别人说 这里迟到接放学 就要罚钱而已 所以 如果你找daycare 你都希望会找近些 或者下雪那些 或者怎么样 你迟到 我儿子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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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投15分钟 但15分钟之后 每5分钟 他收你20元 好贵啊 你不要迟到 都明白 人家校有成本 老师都要等你 他都要出量 所以 很多朋友都说 最紧要近 就是daycare 但我不要紧要 只是两年之后 政府给他读书 如果你不是public school 就要到大学 Naven 因为我儿子 他入学的时候 就是3岁 所以他只要同一年 Montessori 如果选择 我们选择 如果选择 我们选择 就不用钱 总之 因为加拿大的免费 是由4岁开始 即是这里的妈妈 要叫到4岁 就不知道 香港就短1年 3岁 因为kindergarten 读三年 我说这边kindergarten 只有2年 所以total 你有没有计算过 一个月的花费 大概是多少钱 你的支出 屋子一算 大概计算过 mortgage 都要7000多元 还没有计算 我们女人 买衣 化妆 不过其实我觉得 这边是会少过香港很多 因为 你不用 你今儿肯定很空 你都不需要 更新衣服 又不需要 化妆 而且这边的购物肉 是少些 你不会那么追求 以前可能 香港每星期都要去买衣服 你现在可能 一、两年都没有买衣服 所以 你要买女人衣服 封键尤人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以前上班 一定要经中环 有很多人有 反而在这里 可能我不是住 单趟的地方 我要去买东西 我要特意开车去一个地方 生活的人有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真的 买东西会少了很多 如果你说女性的洗肺 但是我都一样 现在没有了 我之前也有继续指甲 做眼睫毛 那些是每个月做的 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 买东西一定是等 Discount的时候才买的 是 一定是 当时 如果那件事是特价的时候 你是知道你未来有用 你就会买 或者你会知道 因为加拿大每个牌子 它每年都会是一些时间 特定的时间 或者是 香港人应该知道 Sabora 它一年会有两次 VIP Day 那些 大家就会在那时候 入货 就不会每个月都买 一定是等它 有八折的时候才买 今年都会 回到一次 亚洲一次 这些旅行的钱 又要凌计 平时可能只多去一下省 或者去一下美国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记住在下面留言 或者你觉得我们的分享很不真实 或者是很贴近这个生活 或者你有什么经验的分享 记住在下面留言 或者入我的group 记住帮我按subscribe 和like我们的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